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生性就多疑的朱元璋在建国之后就开始罗列罪状 大肆杀戮功臣良将 手段狠辣 避欲除恶物尽 方才罢休 而刘伯温这个最大的功臣自然也没有逃过朱元璋的魔爪 朱元璋虽然没有明着下手 但是却是用药折磨死了他 刘伯温偶感风寒 吃了皇帝令御医送去的药 接着病情加重 第二年就去世了 临终前刘伯温对家人说 我死之后刘家衰落 起父要百年之后了 后来刘家也跟着刘伯温预测的一样 一直在倒霉 第五代的时候 当家人甚至在被捕入了牢中 当时的名校宗正在寻找刘伯温之后 震惊于开国功臣后代竟然在牢里带着 于是赶紧命人将其放了出来 并赐了一个指挥使的武官 刘伯温的预言也算是灵验了